大家好,我是阿松 今天我将继续分享2016年到2018年期间 我环绕地球宇宙的经历 本期的内容是第14集 关于我在乌冠达、卢旺达和布隆迪的一些经历 2017年的1月份 我结束了蒙巴萨和小德拉姆的行程 来到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比 我曾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去看野生动物 但是当时我是一个人,有些孤单 后来就把去看野生动物的那份钱 用来在肯尼亚拿到了巴西签证 当时申请巴西签证除了基本资料 还需要提供一个英文的银行流水单 当时很多穿越非洲之后打算去南美的中国旅行者 大家其实都搞不到那个英文流水单 所以我们那批旅行者都是自己用电脑编辑出来的 英文的银行流水翻译件 就配合着中国的银行流水单 然后做一个英文的翻译件 当时拿到的巴西签证是半年的有效期三个月的停留 现在如果再去申请的话 已经能拿到五年有效期的巴西签证 拿到了巴西签证之后 我便离开肯尼亚去了乌干达 入境乌干达也是通过我所持有的东非三国签证 我在乌干达认识了一个跟我年龄相仿 在当地打拼的华人阿达 当时开着车带我去逛了一圈乌干达首都坎帕拉附近的一些地方 我们坐船去游了一番维多利亚湖 之后我便去了卢网达 入境卢网达也是通过东非三国签证 卢网达给我的印象是让我眼前一亮 尤其是在体验了卢网达首都激进疯狂的交通堵塞之后 在卢网达给人的感觉非常有序 我在卢网达首都基加利的街头也唱了半个小时 但是后来因为围观的人太多 引来了当地的警察 他们驱散了人权之后 还让我上了他们的警车 专程把我送回了当时住的小旅馆 说是为了我的安全考虑 我也曾经在当时的小旅馆旁边的一家酒吧唱了一会儿 通过那个酒吧的老板 我认识了一个曾经亲历过卢网达首都大屠杀的年轻人 他也跟我年纪相仿 他说他曾亲眼目睹卢网达大屠杀期间 自己母亲和其他亲人被害 他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 他的表情甚至非常淡然 但是这些都让我非常震撼 那场卢网达历史上非常沉痛的屠杀最早开始于1994年的4月6日 而那第二天的北京时间4月7日清晨 便是我的生日 似乎是冥冥之中我来到了这个地方 之后我也去参观了关于那场大屠杀的纪念馆 然后我便来到了布隆迪 可能提到布隆迪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这个国家的存在 他位于卢网达、坦桑尼亚和刚果之间 他最大的城市不穷不拉 坐落于世界第二深湖坦干尼卡湖的湖畔 当时中国护照可以在卢网达和布隆迪的边境拿到国境签证 但是只有三天的时间 那也是我在布隆迪所待的时间 布隆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 是当地还有拉克的自行车 还有印度的人力车类似 我当时曾经体验过两次 一次是去车站买往塔桑尼亚的车票 另外一次是从车站回来 每次花费大约合两块人民币 我在的那年这种交通方式在当地依然非常常见 另外我也在布隆迪唱了《班归好时》 虽然当时没有人给钱 我唱的地方也只是我当时住的小旅馆附近的居民区 但是后来我每次回忆起来 我都非常感慨至少那天我站在那里 对当地人来说 那或许是一件过了很久都很难忘的新鲜经历 毕竟我不远望你来到那个地方 在当地表演了一场 我自己的演出 这本身也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文化交流 虽然那天我没有收获到任何的纸质的东西 但是我收获了非常充实的精神内容和回忆 整个我在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的经历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有些走马观花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在以后我就不会再去这些地方 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值得 我们再去一次的理由和内容 比如说如果我再去乌干达的话 我一定会去看一看乌干达的当地的国家公园里的大猩猩 再去卢旺达的话 我会更多去了解当地的历史和文化 如果再去布隆迪的话 我或许就会和当地人一块去坦坦尼卡湖那一带捕鱼 当然了如果我再去肯尼亚的话 我也一定不会再错过去草原上看野生动物 好了本期的内容就是这样 在下一期当中我会分享我在坦坦尼亚拿到美国签证的经历 谢谢你们的观看 我是阿聪 祝你们都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 布隆迪和坦坦尼亚的边境 太美了 2017年的1月28号 来的路是那边 布隆迪 太好了